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出来找这个鸡种菌了 现在估计长的还是比较旺一点点 但是没有把握,一定能找到 还是找一找看吧 现在在这附近的这里 商业地,还有这个甘蔗地里面找 这里应该也是鸡种吧 找了估计将近有10亩地 还没有发现 看来这个鸡种菌真的是可以不可求 还是有一些难找 继续找 这商业地就直接看到了 这里应该也是鸡种吧 大半天,终于被我发现了一处 这种也是鸡种菌 它小一点点而已 非常漂亮 好,开发了 今年第一次出来找就发现了 我们看一下鸡种菌 它是这样子 它也有大也有小的 有可能是今年比较旱的问题吧 长了好多 然后这些刚刚开一点点花 这些没有开花的 这些子弹头 然后这下面这边还有很多 然后这边都看到刚刚猪土 非常的香啊 这种我就不挖下去了 啊,我们这边小一点的话就叫鸡种花 这种鸡种花它的根部没有那么大 它也比较好挖,直接拉出来就行了 在这里找到一边 那边肯定还有一边 因为是一蛋一蛋的嘛 我们也叫挑蛋菌啊 这种一年只有一次 它拿来煮汤 拿来煮这个鸡肉 特别的好吃 它的汤特别的香特别的美啊 只是有一点难找 也非常的昂贵啊 像这种子弹头的话 要一百多块钱一斤啊 下面是白蚁窝啊 我们现在扯起来都看到下面的这个 白马鱼的槽啊 白马鱼的效果 是白马鱼的效果 是白马鱼 是白马鱼的效果 是白马鱼的效果 不一样 是白马鱼的效果 是白马鱼的效果 有的 找的人还是比较多了 下面还有没有出土的 好,这边就挖完了 我们就在附近再找一找 肯定还有一边在这附近 收获还不错 这一点拿去打汤 够一家人吃的 多放一点水 然后配一只鸡下去就行了 再找一找 附近百分之百还有 在这边在这边 这边就看到了 这里又起了很多 这里已经早上起了 但是这边不能掉了 有可能是昨天晚上都起了 已经烂掉了 看一下这个就起的 应该是昨天晚上起的 这个起来可能这种 几个小时就会坏掉了 可惜了 这些不能要了 都被虫儿吃掉了 那边刚才我看到那边有一处 好像好了 这起了好像三处 还是四处了 三处 这边有一处 这边这一处好像也不行了 这个地方看样子 好像也是被虫儿吃也坏了 可惜了 可惜了 它长在这路边呢 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我来的晚了一些 现在是中午的时间 早上来肯定是可以要 你看看 它这些已经被虫儿吃掉了 不能要了 不能吃了 太可惜了 连续发现了两处都不能要 因为我来的晚了一些了 这些回去搭趟 够吃一餐 等一下就马上去家里面 抓一只起来 就直接干了 不早了 因为现在中午的时间 再下去早的话 可能长的也是已经坏掉了 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